好了,回來了,今天就說一說台灣的消息 這個消息跟香港人都有關的 這個話題會有爭議性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個毛恥賽政府 欺騙港人 但是當然有些人又不是這麼看 許留山之前的說法是說 不是,是有些人騙台灣地區的政府 所以結果有很多人移民就失敗 這是有爭議性的,我也要說 我會堅持我的看法 我跟許留山的看法是絕對不一樣的 這是一定要說的 大家要記得2019年蔡英文 香港人基本上是說了很多東西 令到不少的香港人 你說那些香港人是不是按摩蠢? 其實是 但是按摩蠢和蠢不是死罪來的 我這個一定要說回 他們當然有一部分人當然覺得 他在香港搞完暴動之後 台灣地區就會開一個方便之門 被香港人移民 有一部分當然是 政治庇護 但是政治庇護其實他什麼都沒有批准過 據我的了解是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一定要說蔡英文呢? 是無恥的 他領導的政府也都是 衰狗格的不得了 我先開宗明義說了 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內部主持人也有不同意的 但是 這一節節目我只是代表我自己的立場 又不代表本台的立場 其實在台灣地區 移民的情況 其實我之前也要說 我一直都很反對別人會移民去台灣地區 我們經常都說是無必要的 因為台灣地區 如果你是對台灣有些理解 它根本是一個人情社會 如果有很多人是反對人情社會的人 其實它根本就不應該去台灣地區 如果你是跟台灣人有些交集 其實你會留意到他們的家族 是很重要的 那個影響力是 你去玩去旅行 他們當然會跟你很好朋友 但是如果你說要搬去那裡住 會不會有台灣人去幫你 其實是比較少的 台灣地區的人 你說是不是很排外 我都不敢說 大多數很排外 不過他們一定有一部份的人 就不喜歡這麼多人搬去台灣 因為台灣已經在他們的角度已經很多人 還有台灣的基建 尤其是在台北那些地方 是嚴重不足的 而且很老舊的 那些東西是 你再多些人去 其實對他們的地方有沒有幫助 旅行也有幫助 去住就一點幫助都沒有 當然了 有很多人就投資移民 現在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搞投資移民去台灣的人 很多都沒有辦法留在台灣 當然了 我聽過許麗珊說 許麗珊說 其實沒有騙你們 只是改了制 看多一年改了制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蔡英文答應了太多東西 說得太美好 你看到台灣地區說什麼 他們支持時代革命 台灣地區是 這樣說 有一些手足 他們叫做手足 還有他們的家長 就在台灣地區團聚 有些KOL都是去了台灣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 例如阿蕭那些都去了台灣 之前離開的李兒也是 其實 有很多人的感覺就是 台灣地區好像是烏托邦一樣 很安全 台灣是不是可以無限包容 大量的香港人去 這個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你對台灣有些認識的話 你早就知道 台灣地區排外的情況 都很嚴重一下 當然 我自己認為 某程度上他們是騙人的 而且是騙得比BNO更差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BNO的規矩很簡單 所有東西都非常清晰 所以我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有心要去其他地方 就不會說去台灣地區 因為台灣地區就不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其實我們之前有說過 如果你有BNO身份的人 其實如果要移民的話 BNO一定是最便宜的 其實 一定是便宜到不得了 那英文他 為什麼我說他是一個騙子呢 其實他某程度上 他說的那些東西 是煽動到一幫人 令到一幫人覺得他們 是無後顧之憂的 無後顧之憂在香港搞亂檔 搞亂檔之後 台灣就會接收你的 我很粗淺的看法就是 現在有很多苦 台灣媒體爆了幾個出來 台灣有一份媒體叫鏡秋汗 他講了幾個例子出來 我講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他去台灣有做生意 其實疫情已經很難了 說真的 對於很多地方的移民局來說 我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在疫情中間 會不會有些營運的條件 是放寬的呢 其實是會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 就是 在疫情做生意 是很難的 不是所有行業都難 但是 在疫情之下 很多行業都是非常辛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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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問題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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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會理解的 在媒體裡看得到 不好的狀況 譬如他做生意 虧了三百萬台幣 那 那 那 可能這個案子是比較極端一些 有可能,我不敢說 具體的情況我也不會知道 但是,你說台灣地區這件事有沒有欺騙港人的成分 我認為他整套東西是有欺騙港人的成分 C.Jojo就說,台灣不是改制,是搬籠門 越搬門口越小 我同意你的看法 當然你的看法和許留山的看法都很不同 我也告訴大家 這件事我和許留山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想聽另一個觀點的訊息 你可以找回許留山的節目去聽 但是我看到這些報道 其實我早就猜到台灣地區會這樣做 他會改一些規矩 改制也好,搬籠門也好 他一定是 其實他本身有一個問題 台灣地區他都害怕一件事 就是害怕有些藍絲會走過去台灣地區 現實是有可能會出現的 這些事情 小白說不了解台灣政治 就深信台灣政客就有個很難的 他是有很難的 其實他們有一幫人 說真的 如果你對台灣地區有些了解 其實一定不會選擇移民去那裡 你說買個房子去住一下 當作是度假屋 有些人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沒有必要 其實就是 那麼 拖得稱他就說 這個錄影靠謊上位 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就是 有很多人本來是有顧慮的 在香港搞事的時候也是有顧慮的 但是 其實 蔡英文當時就開了很多空頭指標 還有當時 其實去台灣也很容易 我就覺得真的是欺騙的 但是 許留山就說不是欺騙的 這樣 每個人的觀點都會不一樣 我也要說一下 我們 就是這樣說 我們這個台 所以一定有不同的觀點 人有不同的觀點 是很正常的 只要互相尊重就可以 有些事情是可以倒轉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你只要倒轉 不是別人跟你有不同的觀點 你去罵別人 那我罵你行不行呢 其實我很簡單 如果你一開始進來說 我們很無知 所以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就會罵你 就是這麼簡單 最重要的是 你能夠說你的意見 你是要倒轉 這就是最重要的 那 拖得車就說 杜X澤 他這麼快又有台灣護照 你說他是不是靠關係 這個 我就要說 其實 根本 他們現在對那些名人 一定是鬆手的 我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對那些 出了名 好像 黃秋根 那些一定是快的 但是一般人 他現在的情況是犧牲的 現在的情況是 那 當然 你說 那些 自己拿錢去使用的人 有沒有責任 這樣 我認為有責任 但是 問題是 台灣地區 的政府 有沒有公道去對這幫人 我認為是沒有的 老實地說 還有 台灣地區 我認為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根本 現在拿出來的政策 他們可能想吸一下 人才那些 他們吸不到 他們只能夠 吸一些出名的人 我很認真地說 出名一點的人 隨便扔個 中華民國護照給你 這個很簡單 做得到 但是 你說 要不要防 國安的情況 他們一定要防 為什麼呢? 很坦白地說 我現在舉個例子 就是有一條蛇 有個KOL 叫什麼蛇 什麼衛蛇 應該這樣說 什麼衛蛇 什麼衛蛇 他是最喜歡去台灣官選 他在台灣讀書 其實他現在回到內地 內地國安都應該查他老尾 不好意思 我想說一些實話 為什麼要查他老尾呢? 他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在說 他說 要把台灣那一套 帶來香港 然後 還不知道 在節目上說 說 我可以在台灣地區投票 好像這樣 他嚴格來說 爆響口 自己有中華民國身份 先加一個引號 你沒有當地的身份 你怎麼投票 頭條毛 對不對? 在那個年代 我也要說 如果在台灣地區讀書 你拿一個 就是 台灣地區 中華民國 這個引號 護照 是不難的事 這個是 莫嬌姐 就說抽筋都回到香港 他當然要回到香港 摩德路 Motorola 不回到香港搞什麼 現實就是 蔡英文他做了太多事情 整個政府做了太多事情 騙人 整件事 覺得 沒有後顧之憂 香港搞亂當 我也可以去台灣地區 現在 他們那幫人 有很多都被人 的感覺就是 嘩 這次不行 你出賣了我 這個台灣地區 我認為是這樣 當然現在有些人 會拿到身份 我不排除這件事 譬如有些人 可能做生意 拿了一百萬出來 拿到身份 這個不奇怪 甚至他可以有錢賺 拿到身份 這個也不奇怪 但是 現實就是 通常是 搞投資言文是怎樣的呢 就是你講投資的實數 你去做什麼生意 然後那個實數 就是你真的出出入入的 是看得到的 然後他看到你有 真的這個投資的金額 大概出出入 大概是多少錢 你帶了多少錢去一個地方 這個我講一下 在西方國家的做法 譬如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 其他歐洲國家都是這樣的 我看到你的數 其實他就 說真的 如果騙他當然不行 現在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就是 那些在台灣地區 要做生意的人 都是騙台灣政府 我覺得這個說法 就是侮辱香港人的 你說香港人是不是 個個都老實 我又不會這麼說 但是你說 會不會個個都是騙台灣地區的政府 我又認為是不會的 某程度上 我覺得台灣地區 就是 他們的政府 騙 很老實說 香港人 這一點是比較多的 就是比較多的 如果你計算一個百分比 就是 台灣地區 騙香港人的東西 就比香港人騙台灣地區的東西 香港人騙台灣地區的東西 這是我的看法 有些人是 就是 真移民假投資 就是許留山的說法 就是 問題就是這樣的 其實 搞得移民 做得投資 其實你不能夠 就是 老實說 不能夠 不清晰地界定 哪些是真投資 哪些是假投資 譬如 以前 最初 我記得 在這裡移民 很簡單 錢帶來 放在銀行也可以的 就是 以前最初的時候 新西蘭是這樣的 錢放在銀行也可以當作加分 或者 有一段時間 就是 你拿些錢去買樓收租也可以 但是 之後 那些規矩會改 那些制度會改 但是 那些規矩會改 就不會說 你最初 你只是帶錢的 然後你拿了Visa之後 他就再改規矩 然後你就要跟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應該拿了Visa 而且你拿了Visa的條件 譬如 要在那裡住4年 然後 入籍 就是拿那個身份 他會跟回規矩 其實跟台灣地區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台灣地區的做法就是 你明明已經拿了那個簽證 但是他最後審批你的時候 他會再做些東西卡住你 就不是用最初的條件去審批你 這個是我的理解 當然有些人覺得這樣沒有問題 但是 在我的角度來說 你這樣搬籠門 就不可以的 在澳洲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 澳洲就是這樣 澳洲你拿了PR 你要再入籍 其實 他中間是不會再改條件的 就是你拿了PR的話 或者你還沒拿PR 但是你最初申請的簽證條件 他不會隨時改的 譬如說 他有時候也會改一些東西 但是 改的時候 你之前申請的簽證都會沒有了 就是他會做一個新的簽證號碼出來 很多地方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台灣地區的做法 是否符合國際標準 老實說 我認為他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 就是其他地方 你去搞移民 那些東西是清晰很多的 台灣地區就是 你去搞了 然後去第四年 我要多觀察你一年 其實這樣做 本身 就是我的看法 已經是不對 但是當然許留山 他的看法就不是 這個我也要說回 許留山的看法 你真的可以回去聽 許留山的節目 但是 我是絕對不同意許留山的說法 這個我也要說 就是 蔡英文 這個人 基本上是騙了所有人 這是一個騙徒來的 這個根本是 我不想這樣說 但是 這個人 做了太多事情 是令到 我認為 相信他的人 是很失望的 而且 有很多想著去台灣 拿身份的人 結果 都要倒頭 回到香港 有一部分 就要去BNO祖國 沒辦法 因為 欺騙成份太多 就是我認為 還有 現在台灣地區 他成功做了一件事 就是 某程度上 你用完 就像避孕袋一樣 扔掉你 就算了 現在的現實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講一句實話 好了 Sam Trey說 分別是台灣 台灣是收緊 英國是放款 其實 英國 他們有他們的算盤 但是 英國人 你說他們會不會 最後會卡住你 其實他們 最後一定會卡住你 看看你有沒有犯法 如果你在當地 譬如在英國 你有犯法 你當然 要拿他們的身份 他們是可以不給你 我不是說 就是 亂拍車 那些犯法 超速駕駛 那些 很過分的 譬如 舉個例子 就是 一元稅都不交 在英國 就賺錢 但是一元稅都不交 那些 現實就是 我認為 就是 他們是會抓得來的 就是跟經濟有關的事情 以及跟刑事有關 就是嚴重的刑事 就是殺人傷人 那些 BNO 他們出來 暴動 那些 我覺得他們很愚蠢 英國 不要搞這樣的事情 就是 你覺得 英國政府 他是不是真的 歡迎你去搞暴動 或者搞大量 暴力示威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暴力示威 當然 人家當然不歡迎你這樣做 對不對 就是 現實就是 你們這些人 你自己也先看看實際的情況 其實 台灣地區 移民公司他們都說出一個問題 它有些法例 就不清晰 台灣地區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 還有 就是 有些東西就是 那個投資 那裏 它是有些東西 是 改了 2020年的時候 是改了 那 以前 就很容易批 現在就很難批 其實就是 那 那個 現實就是 有很多香港人 訂了600萬台幣 都拿不到台灣身份 其實就是 所以 很愚蠢的 如果你真的信蔡政府 你覺得蔡政府是信得過 你走過去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糟糕的 就是如果你說 英國政府信得過一些 還是蔡政府信得過一些 我就很肯定地跟你說 英國政府就肯定可信過 這個蔡政府 百分之一百肯定 你覺得說我這樣吹捧英國 不是 我不是吹捧英國 我是覺得台灣不行的 我不是說英國很不行 我是說蔡政府不行 我說個實話 就是 在台灣地區 就是很老實講 就是有些東西 我覺得 他們根本 是騙了很多香港人 就是 是切頭切尾的欺騙來的 就是 當然有人 一定不同意我這樣說的 就是覺得我這樣說 很過分 但是 蔡政府他做了太多事情出來 根本 就是令到很多人 尤其是香港信他的人 陷入了一些困局 就是賣了一間房子 跟著在台灣地區投資 虧了一半 跟著 是沒有面目回去香港 見回自己的父母 有些人是這樣 就是 就是 是嚴重到這樣 還有台灣地區 Happy Wonder說得對 就是 他是黑衣摩尼 就是台灣地區 還叫那些人做 是啊 那你說 就是 Happy Wonder你說 五加一之後 他們都 搞事那些人 都可能會出事 那又不一定 這個 我就 只要 他沒有犯到 英國的法律 他沒有 門稅 漏稅 他沒有 就是 犯嚴重罪行 拿刀刺人 那些 五加一 應該是 可以拿到 英國身份的 就是我認為BNO 這件事情 就是 有些人當然會說 我是 吹捧BNO 但是 很簡單 我告訴大家 台灣地區 他們的政府 根本的可信度 是負數來的 英國政府 都不是說十分好 但是 他起碼是一個正數 就是 說句真話 給大家聽 拖得車說 我有朋友 整家人高調地去台灣工作 說明移民 結果幾個月 被人知道 他們暗中回香港上班 那麼 那個現實就是 就是 台灣地區那些 移民法規 你說是否很清晰 我都很坦白說 BNO那些清晰很多 其實加拿大那個 救生艇計劃 好像說 都清楚過 台灣地區那個 所以 沒有必要是不要走去台灣地區 我是經常都說的 就是 你是香港人 你對香港的法律 有少許認識 你 轉過去 坦白說 轉過去 BNO祖國那些 都OK的 我覺得 你都知道他大概會怎麼做 但是台灣地區 你根本沒有辦法 準確地判斷他會怎麼做 台灣地區有些事情是很麻煩的 不是達就說 同意社長的說法 只要守法的話 BNO應該可以成為 真BC 即是British Citizen 但是 經常出來搞事的BNO就難說 因為他們經常出來搞事 是有可能 會牽涉到其他的法律問題 牽涉到其他的刑事罪行 這件事 你就沒有辦法確保 好了 嘉嘉就說 記者問蔡XX長遠的計劃 怎麼看 他竟然回答2024年之後的事情 與他無關 這些靜棍可信 有很多人是相信蔡英文的 其實就是 但是我們一早就跟大家說不好 這位阿姐是很不可靠的 其實就是 先說一句給大家聽 好了 Cony Chan就是我的鄰居 在19年的暴行 他們十分開心 我這些我就不理了 別人的鄰居怎樣 我就理不了那麼多 但是 你自己想想 19年發生這些事情 如果這些事情有機會在台灣地區發生 台灣地區會不會嚴防 即是這班人呢 其實他根本就是會嚴防這班人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認為 搞到這麼嚴重 裡面有些人是間諜 或者有些間諜會借這件事 進去台灣地區 他一定有些事情會卡住你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都沒有辦法判斷 有很多事情 就是說真的 能不能夠準確地判斷你 是不是真的手足 他是沒有辦法的 說他的真話 所以他只是給出名的人去 就是這樣 到最後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說其他話題 這件事 我和許留先生先說明 那個看法是絕對不同的 那麼我們 這個台就很持平 當然 因為有第二個觀點 許留先生說的 他在台灣地區 他的看法當然和我會很不同 這個先說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再說主題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